哈喽大家好 我是Jay欢迎来到今天的周日更新 我们去讨论一下下一周美股走势一个预期 我们看一下大盘现在所在的这个方位 最新今天出来的一些特斯拉的这个消息面 去讨论一下具体点位怎么样的一个走势和看法 接下来的一周非常的重要 对于美股来说也是我一直等待着的 应该已经对吧 我们去讨论了一个多月了 也就是这个APEC到底10月15号 我们会不会见到这一个习外汇之前白宫 已经是去肯定过呢 这一个见面是会进行的 具体的会有怎么样讨论的一个结果呢 对吧 我们叫的时候就拭目以待 但是这一周美股这一边呢 应该是比较是roller coaster过三车的这一种行情了 毕竟在周五呢 就已经种下了一个乌云 也就是最新的一个目的的 对于他的美国的这个经济预期的一个下调 接下来我们就是看这一周股市能不能继续 美股继续前面这一个猛的这一个涨势 然后继续的往上走 而大盘如果往上拉的话 特斯拉会不会跟着一起上去 因为最近我看到不少的讨论是在 是在讲这个特斯拉的200能不能守住 我们去看一下其实大盘特别是七强走了这么好的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其实也会一起去带动这一个特斯拉的行情 当然个股的这个消息面更加的重要啊 所以到时候我们也去探讨一下这一点 好 Let's go 现在开始 我可以看到呢 在这一个之前我讨论过的标普百指数的上行通道这里 这里对应的几点 去年的3491在SPX上面 三月的去银行的这个危机 然后最近这一个中东 中东这一个纠纷导致的股市的恐慌 然后大跌 ABCD呢 已经是走完了 ABCD这个波浪 所以现在呢 其实第五这一边呢 已经是走出来这一个反弹波 大家也可以见到前面的一次呢 这个这个C浪 ABCD里面的这个C浪呢 没有是突破过去 所以还是走了一个ABCD 但是ABCD走完之后呢 又是九转 所以这一边呢 就开始冲上去了 而大家也可以看到 线到消息面到这一周这么多的这个催化季 而指数呢 正好就是想去挑战之前的这一个重要的点位 区域呢是在4440附近 但我觉得4450吧 4450是更加重要的一个区域 这边是一个转折点 所以我觉得多空博弈 这个多空博弈呢 会出现在那一个点位 就是看能不能拿下了 如果美股在这一周以后呢 是拿下了这个区域 走回去上行隧道的话呢 那年底的Santa Rally 就有很大的希望呢 能去创进一步的这一个新高 我们看到加密币的市场呢 已经是开启了 比特币已经从去年的这一个 一万五一万七的这一个低点呢 大幅度的上攻 到了这一个三万七三万八 那一边的加密市场的热度呢 明年呢 应该是有助于这一个牛市的 完全的这个发展的 毕竟资金呢 是滚动来滚动去的嘛 板块也会有这个轮流的洞 所以感觉那一边的这一个资金呢 也会带动很多散户的这个情绪面 让投资者对于这一个市场呢 是有更加多的一个关注 特别是明年来说的话呢 逼近这一个四五零零的点位了 这些点位呢 都是我们以前留下来 一些重要的转折的点位 就是看这一波冲上去的时候 能不能达到走回去这一个 场线的 场线的这个上行通道里面去 这样子对于美股 这一个年尾的这个Santa Rally呢 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这一边 特别是财政部呢 已经对于目的 对于这个经济预期的下调呢 做过发言了 We disagree with Moody's shift to negative outlook 我们是不同 不赞同这一个目的的 这个负面预期的这个看法的 我们觉得这个美国的经济呢 还是非常的强 当然最近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发言啊 美国经济非常的有韧性 非常的强劲 但是亚特兰他那边的GDP now 也就是现在更新一下的 这个GDP的数据呢 是显示是往下去走的 其实美联储也摆在这个预期里面 就是觉得这个经济的增长呢 有可能现在还是 预期的趋势还要好 但是之后呢 我们如果见到慢下来一些速度呢 也是有可能有的 其实这个对于加息和降息的 这一个几率呢 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 所以还是值得去关注的 好 现在我们去讨论一下特斯拉这一边 特斯拉的这个博主 Trey Tesla 是分享了一个 特斯拉每辆车赚多少钱 根据他的这一个计算 这里非常详细 过去的三年 今年的第二和第三季度 没有摆在这里 今年第一季度是有的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在美国 欧洲 还有国内区域呢 都是赚钱的 除了这个个别的 这一个车型 一个呢 就是这个Model Y 长续航版本 Long Range 这一个是一直呢 但是大家要注意的 就是这个 每辆车的这个亏损呢 已经是减少了 在2022年第二季度呢 是每辆车赔一万五的 但是现在呢 缩小到了 只赔一千四百零五 另外的一个呢 就是这一个Model 3 标准续航的这一个 在2020年第一季度呢 是赔四千六百二十七 这边是四百三十八 前面也是有点利润的 这个是在国内的一个版本啊 但是我们知道在国内呢 这个长续航的这个版本呢 Long Range 是比较受欢迎一点 也是销量比较好的一个 好 说回去欧洲这一边 欧洲主要去 透明的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 德国的这一个工厂的 Berlin Giga Berlin来说的话呢 是一直在做这个Ramp 大家可以看到吗 前面这里是没有数据的 因为这是最新的一个工厂啊 而且之前呢 我们是在讨论特斯拉的下一任CEO 是谁的时候 在国内市场呢 主要的这个控制来说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个Tom Zoo 之前我们有讨论过的 现在在他的手上呢 基本上像这一个北美 还有欧洲的这一个工厂来说的话呢 都是归他在去帮马斯克 特斯拉这边去管理的 但是有一个工厂 不在他的管理的这个区域之内 是哪个工厂呢 就是这个Berlin 德国的这一个工厂 所以这一边也是 我们可以看到问题所在 因为马斯克可能觉得 这里还没有完全的利润化 所以就是在等 因为这是一个比较新盈的工 这个工厂 所以呢 在这里production ramp 也就是他去达到这一个利润化 现金流失证的话呢 这个工厂是花时间的 其实我们太可能 大家太习惯了 特斯拉开工厂 就是赚钱这件事情 我们看到其余的车厂这边都进行的非常好 但是其实一个工厂刚开的时候呢 不一定能挣钱 这个在别的电车的工厂上面 已经完美的这个体现出来 Rivian Lucid 魏小李 基本上很多这些别的电车工厂 全部都是赔钱在卖车的 不会像这个特斯拉这么快的能达到 这里特斯拉在研究model 3 model Y这边的量产之后呢 是得到很多在这一个 怎么快速的把生产线发展出来 然后在这一个铸造上面 利用GIGA Casting呢 也是领先于整个行业里面的 所以大家看到 大部分的这里呢 都是有非常大的利润 我们可以看到model S和model X 每辆车基本上 对吧 你的这个长续行卖出去的话 一辆车就赚4万1 然后performance这边呢 是赚5万2 当然大家可以看到 2022年这里更加的惊人 7 8万 但是在这一边呢 model S model X 降价了不少 但是还是想说那一句话 对不对 你一辆车能赚4 5万 对吧 Lucid卖一辆车 是在赔5 几十万 这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概念 然后去跟比较 就是昨天我们在讨论 这个特斯拉最大的 这个对手 像理想在国内市场这样子 因为理想最近业绩上去了 但是也不会达到 像特斯拉的这种的这个利润 这个是相当的惊人 但这个是来自于 Trey Tesla的这个分享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的推特号 然后去看一下 这一个具体的一个数据啊 但是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 另外战车这一边呢 是有一个新的一个分享的 我们看到有人在这一个试车 有这个推特上面 哈密的这一位推特博主 去发出来的 是比较可以看到 这一个内部的一个设计啊 全新的一个体验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一个战车在这一个内部 应该他们一会儿呢 是会开的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 车里面的一个内部环境 是比较是突出一些 像这一个rearview mirror来说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video的 但是现在呢 是非常的接近战车呢 就是全面的 投入这一种量产的这个阶段了 所以这一个德国工厂呢 就是让我们去打了一个问号 到底这一个战车的发展 能不能成功 这里他们是发现到这个rearview mirror呢 看到后镜呢 是可以看视频的 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这一个驾驶的这个center console 中萤幕的这个屏幕呢 是怎么样的一个处理啊 是会有更加多的这一种的视频呢 是出来的 当更加接近这一个特斯拉战车的 这一个发布会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会看到更多这一方面的这个消息面的 但是在这里呢 特斯拉也会比较去遏制 就是因为大家也知道的 去订一辆这个特斯拉cybertruck的话 就只要花这个100块 就可以留一些位置 在这里呢 特斯拉可能会采取像这一种一年呢 不让你去转让或者卖的这一种的规则 或者是你发现你有这种 就是在flip 在转让这种的 这种的这一个交易的时候呢 就可能会对这个车子的这个服务呢 有可能不去做啊 或者各种的这个措施 就是避免的有太多人在做这一个 黄牛这一方面的这个交易 然后去flip这一个cybertruck 之前是有过这一个问题的 特别是在去年夏天2022年这一边 我们看到特斯拉呢 有巨大的这个backlog 在这个order里面 也就是订单的有一大堆 因为当时啊 有很多人去做特斯拉的服务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车子 串了非常多的钱 通常二手车每一年是有折旧的depreciation 所以看到它的这一个价值呢 是越跌越低越跌越低 结果大家去做服务的时候 发现价格涨 为什么呢 inflation通胀 而且二手车的这一个价格呢 是非常的高 为什么呢 因为新车呢 有供应的问题 赶不上来 所以二手车的市场 价格被推的飞高 所以来到这里呢 我们就看到有很多的订单 而大家如果去这一个classified 对吧 在北美这一边的话 去看有没有人在转让自己的这一个 特斯拉的汽车 应该会看到有很多的 因为就是简单的一个reservation嘛 去做一个订单 花几百块 然后呢 就可以把它再转让出去的话 就赚几千甚至一万 所以这样子就非常的吸引人 我们也看到那个热潮过去了之后呢 这里的订单呢 就是大幅度的下降 所以为了避免这一种的 这一个黄牛的这种交易呢 特斯拉在cybertruck这一方面呢 也是做足工作 应该是会有进一步的这个措施的消息面呢 是会透露出来 但是这个对于战车的热度会不会减少呢 就变成了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号点啊 另外的一点呢 就是对于这个cybertruck来说 大家刚刚看到了啊 是有人在这种试车测试这一个cybertruck 据传闻这一边呢 是说 特斯拉呢 也是给了不少的这个YouTube的这个博主呢 像专门做汽车介绍这一些的呢 这个cybertruck借了出去 然后让他们可以在战车发布的那一天 11月30号那边呢 就即时的会有很多介绍 cybertruck的这一个视频 露出来 同时呢 就是增加这一方面的这个热度啊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发布会会不会做的非常的成功 到时候对于特斯拉的股价会不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啊 另外的一点呢 就是啊 这一个周末应该又是有这一种特斯拉啊 车出事故 还有这个燃烧这一方面这个利空 所以我们看到 所有这一边呢 是去讨论你一下 如果正常的车子不是特斯拉品牌以外的车子 如果发生了车祸的话 头条是怎么写的 然后如果是特斯拉这一个车子呢 是如果在车祸里面的头条是怎么样 写的 我们可以看到正常来说的话呢 对吧 他就会写 after a car crash 对吧 他不会说是什么型号的这个车子 但如果是特斯拉的话呢 他比如就会写 for her including child after tesla crashes 对吧 他们就会比较的注重 就是是特斯拉的这个车子呢 是在这一个车祸里面的 嗯 大家可以去看不同的这个头条的 通常是这个特斯拉的车子的话的话 就会直接写在里面 因为特斯拉的关注比较的多 如果这样子写头条的话会有多减这个点击啊 所以我们就看到有这一种的这个区别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写一下自己对于这一方面这个看法 好 接下来我们去讨论一下这一个特斯拉的这个股价啊 大盘我还想去说一点的呢 就是如果我们回到旗址这一边去看他日线级别的这一个形态来说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另外的一点呢 就是这里很像一个杯子 Cup and Handle 然后手柄已经出来了 摆在这里 嗯 所以就是看如果周一周二这一边呢 有进一步的follow through 拿回来这一个黑色的这一个上行通道的这个趋势线这一边呢 对于这个标普白指数进一步走强的是非常的好 而这里主要的推动就是看芯片半导体能不能活起来 如果中美双方对吧 这个贸易战降温了 弹拢了 然后后面呢 制裁也开始减少 我相信这个会振奋股市 也就有足够的这个推化 推化技能进一步的推上去 我们没有看到中东那一边呢 继续的出头条 去讨论这一个战事的延续 最近物卧战争的前线那一边呢 也是没有看到太多的消息面 去制造出来市场的恐慌 唯一现在市场比较害怕的反倒是 最近涨得太快了 从4100涨了300点直接给飞上来了 涨到4500的话不就400点了吗 在非常短的这个时间内 所以就是在想啊 这个催化剂有没有这么多 能进一步的推动这个股市呢 去走出来新的一波牛市 进入2024年的美国大选 之前我们也一直在讨论嘛 美国大选的时候呢 就可能会看到股市的这种牛市的出现性啊 不知道大家感觉是怎么样 如果觉得明年会有牛市的话 在这个留言区按一个1 我们去看一下有多少人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啊 好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特斯拉的股价 特斯拉股价这一个周末呢 最主要的一个评论呢 就是现在就是主要有一根线呢 是在技术面对特斯拉不利的 也就是布林中线在日线级别的这个拒绝 大家可以看到了 基本上呢都是压制线啊 在走的 但是如果在这里呢 对吧 大家也看到了 这一个缺口呢 是基本上回补了 还差一块钱左右 这个之前讨论过了 所以来到这里呢 叫GIF到底是这一边的支撑强一点呢 还是这一边直接给突破了 如果布林中线被冲破的话呢 这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做多信号 所以到时候我们去看一下布林中线能不能被拿下来 所以周一周二这一边呢 我会去关注能不能突破218左右这个点位 如果收在上面 特别是到了220点位 尾盘也能站住的话呢 那就要开始去看呢 因为当布林中线被突破之后 回踩成功变成了支撑的话 那他就有可能往布林上线 开始进一步的去冲了 也就是之前讨论的241到244这一个区间啊 去看一下能不能进步的放量 那暂时对于这个多头还有很大的一个希望吧 还是很不错的 因为MVCD呢 已经金叉了 但是我们到现在呢 是没有见到一根非常大的这一个大阳出来啊 所以只是在等这一根大阳柱 到底能不能出来 如果能出来的话呢 应该是能进一步的推动特斯拉的这一个股价呢 继续往上走 还有16分钟左右呢 每股的这一边旗指呢 就会再次的打开 所以到时候我们就去看一下这个的变化 另外去留意的一点呢 大家记得锁定我的频道啊 没有订阅的小伙伴记得订阅啊 这样子呢 就可以啊 我们每天的去追踪一下 这个主力有没有出现 因为日线级别呢 还是没有的 但是如果我们去切换到15分钟线 之前也讨论过啊 看了一丢丢 看了一丢丢的头出来 所以呢 就是看 在短线的15分钟时间段呢 这一个W的双底部呢 能不能做成功这一个gap fill 来到2022这一边的这个点位 近期的压力区域呢 密集的是出现在223 到上影线的226左右 如果这个区域呢 被拿下来 对吧 也就形同这个布林中线 在日线级别被拿下来 那对于特斯拉的走势呢 是非常的好 这一周也是有比较大的这个财报啊 昨天我做了一期复盘视频 专门讨论了双11对中概股的这个影响 大家如果还没有看的话 记得去看一下 里面讨论了阿里巴巴这一周的财报 拼多多 还有这一个京东的一些个股的一个 这个看法啊 所以大家记得去看一下 英伟达在那一边呢 也是进一步的去啊 这个推算过了 这一边基本上 英伟达继续往上冲的话 最大的这一个啊压力位置呢 就是在这一个498 我们可以把它算成是500整数附近 在这里我想说的一点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了 不管你的结构呢 是多对称 特别是对于技术派这边来说的话 只要平颈线不破 头肩顶再厉害呢 都穿不了 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里下面全部都是下影线 没有破 而现在英伟达冲上来呢 特别是周五这一波呢 把这个头肩顶已经是 invalidate啊 把它给否定掉了 因为后面呢 已经比前面给冲高了 所以这里很有可能呢 进一步把前面的这个高位呢 进一步的去拿下来 所以我们就去看一下 英伟达能不能继续的 往上去冲高 如果冲高了前高的话呢 就有可能创一个新的历史新高 之前财报之后 在盘后应该是到过 510这种点位的 我们看一下英伟达 能不能完美的 往520这个方向去走啊 不知道520这个数字 就比较好一点 含义吧 含义 看一下英伟达这个走势 如果觉得英伟达股票 股价太高 我也觉得是有点高的 因为之后再涨一点 往6700这样子走的话 肯定是要拆股了 所以另外一种 介入的方式呢 就是趁着芯片半导体 非常有这一个火爆力的时候呢 介入这个Soxel三倍做多的 这一个杠杆上面 这个是有时间耗损的 最近昨天我做了一个ETF 小白的这个知识的科普点 欢迎大家去看一下这个视频呢 去科普一下 所以在这里呢 Soxel呢 也是同时起脚了21左右的 就是看能不能进一步的爆发 往缺口的22.69这边去 下方呢是在22左右 所以到时候就去看 Soxel能不能继续上去 但是这里一股才20块 跟一股英伟达400多的 这种考量性来说的话 这个是比较亲民 特别是对于 比较小的这一个头寸的 这一个投资者来说的话呢 是比较有利的一个操作的方式 但是这里就是不能 一直的拿下去 拿太久啊 因为它的这一个时间耗损呢 不是这么的有利 特别是三倍杠杆 好接下来讨论一下Snow 最近Snow的关注量 挺多的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边Snow呢 也是收上去了 最近软件 科技股板块这一边 走得非常强 因为微软不断的 往这个新高这一边 开始在走嘛 在这个台积电也是说了嘛 人工智能概念 特别是新电需求上面 10月份非常的强劲 带动了微软和软件 这一个板块的这个走势 特别是微软这一边呢 还有Copilot 人工智能的这个订阅服务 去做这个真实 亚马逊也是给了这个10亿呢 去做了第一个大的一个客户 所以Snow我们看见 借着软 这一个软件板块这一边呢 再配合上网络安全 像Net Cloudfair这一些比较 还有Cloudstrike CRWD这些大概念的股票呢 就跟着这些板块一起在 普涨 再往上去走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边 如果Snow继续走强的话呢 就得拿下来之前的这一个点位 在这一边左右啊 166 然后继续往上的话 可能是172 但是整体来说呢 大家可以看到的 它在有震荡形态 所以就是这一边呢 是supply zone 也就是不少的人在这里 在买入 这一边呢 就是有一个demand zone在一边需求 这里有很多人在买入 这一边是supply zone 供应区 也就是代表不少的人在这里出货 所以大家要小心这个区域 因为它在震荡之前 没有突破的话呢 就还是卡在这一个区间里面 所以我们如果是 我们是有头拿到尾的话 是不会在震荡行情里面去赚钱的 就是要意识到 这个趋势是怎么样去走 如果呢 在这一边可以进一步突破 特别是往高处走的话呢 就有可能再次的拿下 180和190的这个点位 在这里呢 最主要的一个lesson呢 这一个看点呢 就是能不能突破 这一个上行的 这个压力的这个区域了 在这里呢 我觉得等它突破更加的好啊 因为这样子呢 我们就不用 因为在这里 它如果不突破的话 又往下走的话 那就等于买在最高点了 所以这里呢 要计时的止损 不能就是把这一个多仓留了太久 如果它没有去走出 我们在想象的这一种的 这一个突破行情 那我觉得什么时候会有可能去突破呢 财报 Snow的财报呢 是在10月30号周四这一边 好 如果还有其余的 其他的这一个股票 大家感兴趣的话 欢迎写在留言区 评论区 我在复盘的时候 进一步的去讨论的 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分享 订阅点赞 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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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